用LINE请生理假,女业务被炒 年轻人喜欢有事没事就LINE一下 一名女业务却因用LINE请生理假被公司炒鱿鱼 32岁女业务李嘉倩向苹果投诉 她在公司任职两年,一年会请六次生理假 上月24号早上,她发LINE给主管请生理假之后就昏睡 醒来发现手机有三通未接电话和五个LINE讯息,赶紧回电 诚信业务经理不满她用简讯请假后即失联 表示不会准假 不满的话可以开除我 与其要我开除,不如你自己递吃层 隔天上班,主管竟公布简讯内容 提醒同事不可再犯 把所有的对话记录贴在投影片上面 然后用投影的方式出来跟她 想要接近我的方式说不存在用这种方式请假 投诉人认为主管侵犯隐姿 提出申诉 却遭公司以调查为由先停职但给薪 我只是用LINE传请生理假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主管 她回传了一些刁难 甚至是针对性的字眼 之后公司又以她和主管嫌隙太深 要她自动离职 她奋而向劳工局申诉 也认为主管去向她公开道歉 对此阿里巴巴回应 诚信经理前天已寄出公开道歉信 并强调投诉人曾表示 若主管用她可接受的方式道歉 她愿自动离职 因此公司认为双方已达成协议 工作及格的方式 不敢请 不敢 如果真的很不舒服 你硬要她工作 那她如果坐到一帮晕倒怎么办 因为现在身体痛的女生还蛮多的 劳工局表示 除非请假方式有明文规定 事先公告 否则不能应允工用LINE请假就开除 近期将促请劳自协商 董新闻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